一花一世间,一夜一如来 用精力记录起起落落的人生,兜兜转转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成功和失败,都有人生的精彩和落魄的时候 人生在低谷时,容易感觉到四处没有出路 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人帮你 当你在人生低谷时,不要放弃努力 因为那是好运开始的时候 人生的低谷意味着人生已经触底 生活没有比这个更糟糕了 危机中孕育着升级 众所谓,低谷的时候也是触底反弹的时候 事实上,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 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往上走 都是在攀登,都是在改变自己 命运给我们了生命的一个低谷 我们就用它来创造巅峰 就是这样,接受事实,摆成心态 负重前行,一切都会改变 千万不要失去对自己的信心 就算全世界放弃了你 但你绝对不可以放弃自己 这个时候,给自己加油打气 给自己信心,你才会有走下去的能量 三毛在《送你一匹马》中曾说 心知何如,看似万丈迷津,摇根千里 其中并无周子可以读人 除了自读,他人爱你能读 人生就像海上的波浪,其落无常 有高光瞬间,也有低谷的时刻 只要自己不丧失希望 就总有触底反弹的机会 身处低谷时,这是最值得做的四件事 一,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 杨将说,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 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 书虽然不能帮你解决所有问题 却能给你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待问题的视角 在岁月艰难时,读书能够给予人力量 让人用最低的成本去培养自己眼界和格局 我们遇到困扰的是,能够从书中获得开悟和引导 在书里见过天地众生,能让自己不再忧于眼前 在现实中,更好地看清自己 也许你目前的生活,暂时不尽如人意 但那些文字,那些故事会告诉你 每种人生都有自己的苦处 也有自己的去处 再焦虑再难的人生,终究是有希望的 是值得努力的 这是这些无形的事物 让你能够保持清澈的头脑 看待自己的人生 还能够用更好的心态与这个世界教授 生活中的一些不解与疑惑都能够在书中找到答案 那么,我们该如何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呢? 一,明白读书的意义 读书有意义吗? 有,非常有 读书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才识 还能够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以及气质 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学到知识 还能够明视力增加思维,广度 开事情,做事情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和认知 在潜移梦画中进步 有时,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难题 会惊喜地发现 我们在书中读到过 于是能够用前人的智慧轻松解决 即贪多脚不烂 书也并不是读得越多越好 我们要学会选择合适自己的书籍 得明白自己喜欢阅读的方向 是国学经典还是西方文学 一或者历史读物等 明确了方向 就能够轻松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了 这样更容易挑起兴趣 毕竟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二,安静的环境 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把其他电子设备放远一些 告诉内心的自己 这并不是在学习 也不是工作 而是放松 是诱得福生半日闲的乐趣所在 能够在自己开心的同时 获取一些知识 何乐而不为呢 同时不要急于求成 想要快速地读完一本书 这样读书就会显得很功利 你的目的也会变成读完这本书 而不是在这本书中获得知识 获得快乐 这样做只会背倒而驰 二,好好整理自己的房间 静藤玛丽会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中提到 无论什么人 只要体验过一次完美无缺的整理 就会体会到心动般的感觉 而且还会实际感受到 整理过后的人生所产生的戏剧性的变化 如此一来 就不会再回到原本乱成一团的状态 一屋不扫和一扫天下 打扫屋子虽然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 但是却折射出对待生活的态度 有人这样比喻 打扫是一件奇妙的小事 它能够锻炼人的耐心和心智 培安我们的感恩之心 是生活慢慢好转的微妙之法 整理房间实际上也是一个逐步整理自我的过程 收纳的是物品 整理的是人生 家是内心居住的空间 预清理屋子就会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清静 欢喜心 越常生气 从整理房间中 选择自己的生命状态 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 才能够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 三 和家人亲密相处一日 有人说当你无法确定自己现阶段要做什么的时候 那就对父母孝顺 那是唯一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做错的一件事情 家是一生练着雪霜暴雨的地方 又是一个人练着菜书米面的地方 是靠火蒸煮饭菜 靠心与手生活的地方 家是港湾 家是比风港 是温柔乡 是得到爱 分享爱和表达爱的地方 虽然也有暗流涌动 但仍旧是我们渴望的心之归属 妈妈的唠叨 爸爸的厨艺 家人的欢声笑语 都藏着最暖人心的感动和幸福 就算一切糟糕至极 但别忘了 自己仍有家人为座 灯火可行 让平淡朴实的生活 再次唤醒自己 对人生如初的热情 找到他们 就找到了消解颓废的最强武器 有人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爱 当你坠入低谷时 就让爱恢复流动吧 它会帮你解决生命中的所有困扰 四 发泄到心里的坏情绪 有人说 当你在情感上遭遇创伤时 最好的办法 就是独自去看一场悲伤的电影 你一个人去看 就可能感受到一点孤独 而黑暗更能够 松弛你的自我控制 使你尽情痛哭 充分获得发泄的效果 你能哭 就表示最坏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 因为在悲伤的初期 是没有眼泪的 直到活力恢复后 才流得出来 眼泪已使你的情形变为松坏 当你走出营院时 也许你的脸色看上去并不太好 你的眼睛还有一点红 但是你的内心却已经舒服多了 情绪就像洪水 一输不一堵 越是身在低谷 又要学会腾空自己 放下负担 早日拨开云雾 见到阳光 有句话说得好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 情绪始终保持稳定 此一长寿之道 心态好了 日子就越过越顺了 人生的一切失忆并非没有希望 瞬间固然可以助你 更容易获得成功 但逆境往往才能够 激发出更好的自己 人在低谷时 与其生气不如争气 与其抱怨不如改变 与其靠人不如靠记 当你独自扛过所有黑暗之后 会发现你曾经以为的苦难 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如泰格尔所说 你今天所受的苦 吃得亏 担得则 忍得痛 到最后都会变成光 照亮你的路 余生 愿你不惧世俗 满眼星光 不惧人言 不畏岁月 不惧风雨 归来 仍是少年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墨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